各位远程的同学来测试一下图像和声音清楚吗 今天也是苏州跨年 我现在人在苏州 所以也有现场的投资人同学 然后还有远程同学一起来去参与 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马上过新年了2018年的最后一天 蛮还原的这一天 那在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有几点和大家去做介绍 就来去回顾一下过去一年中所做的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持仓 有哪些持仓还在手 一些持仓该如何处理 另外还有就是跟各位投资人来去分析一下 未来的一年当中 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交易的机会 或者说有哪些我们的策略 实际上这样的工作 在每年的年底的时候都会和大家一起进行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放当中 那今天 今天有现场的同学 你们看到的这个界面是我电脑上的界面 同学们看到的界面就是完整的这个界面 今天是2018年12月31日 星期一口水泥给大家带来的第1400的讲解 那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那走到完结的时候 本身这个课堂当中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顺序来说 今天会讲到金融骗局啊 二元期权啊 还是等等 我们不讲了 就讲到它的最终陈述 就是在今天的最后一天里边 去做一个最终陈述 来回顾一下 目前所持有的这些单 还有将来准备要做的一些单 包括有些投资人经常会问到说 我们在交易当中 怎样去做好这个公与守的取舍 公与守的取舍 我在中间 所谓的公和守取舍 就是说所谓公啊 就是说我能有更多的盈利 建立更多的正向盈利 所谓的守就是说 我在这个交易当中 不会产生巨量的 难以承受的这种风险 这是我们今天属于 讲到年底了 2018年年底的时候 最后的一节课 讲到公和守 当然最好的是 公的时候 我能赚很多钱 守的时候有防守的非常严密 我们拿一些货币队来去 做一些解释和对比 那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做过的单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日内交易也好 长线交易也好 非常非常多的 那远的单 我们以日期排序的话 最远的交易的出现在 2018年的4月18号 那去现在 那最近的交易单 出现在28号 出现在28号 今天是31号 28号我们建立了两单 分别是美元对日币的空单 以及澳洲200的多单 做了20周的澳洲200的多单 还有一个是我们建立的原油的多单 五个五手的原油多单 以及白银的多单 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就最近的这几天 27 28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27 28就是紧跟着的上一个星期五来建立 我们就从这几个货币队当中来谈一谈 交易当中的功夫 以美日为例吧 在这个图形当中 既然我们是谈的全年 我就把它从日线图上来做分析 因为是年嘛 这不是一个日 不是一个日 不是日内交易的 那美元对日币在中间 我们去在年这个问题上去规划美元对日币 或者是在更大级别上去规划美元日币 这是这个图 这个图是它的周线图 我觉得年上面用周线图来 这是周线图的最后 最后一根K线 我们来去看一下交易当中的功和手 还是跟各位投资人用画足的方式 然后去把它表现出来 注意在美元对日币上 现在还有一个挂单 这个挂单是破位的挂单 这个单是还没有执行 还有没有执行 就是有些投资人这个美元对日币 已经在28号去做了单了 就是位置的是110.92 现在是110.06 就是这个行情往下 跑了大概90到93到06 大概80几个点 那另外一个单的就是 如果它再往下走 走到以109开始的时候 我会再次去加码做单 这个单的仓位的是1.15 1.51 就是现在做了一手 再往下将会再做单 那我们在中间在这写一个 交易当中的功识 在明年的这些状态当中 我们会看到有几个方面 会影响到美元对日币 基本面 美元对日币这个货币的基本面 我觉得有几大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边 美元走势的强势 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货币当中 美元走的是最强的 当然中间包含有它的就业的状况 非常好 美国的CPI非常好 美国的加息的预期和它的实际 走得非常的匹配 那就是18年 18年 美元 它中间有几个数字是特别特别好 第一个是non-farm payroll non-farm payroll就是它的就业的状况 是它的就业的数字非常好 这种美联储的议息的预期和它的执行状况非常好 经过了四次加息 美国成为这些国家当中加息频率最高 加息次数最稳定的一个国家 这是它之前的 另外还有就是美国的CPI数据进入到了一个很好的值 我们看到在之前看到美国的CPI数据走到了2到2.2之间 这个数字的最理想值是2到3之间 而现在美国的值就是2到2.2之间 就是它的新年的一个预期值 这是看到在2018年所看到的一些状况 那进入到2019年呢 我觉得这些利好的消息 那进入到新的2019年 有些利好的消息会已经反映在了图表 这个行情不会一直走下去 就美元对日币而言 就这个图形而言 它的值在过去的一年里边 最低值104 最高值走到114 这个行情走1000点 美元对日币上涨了1000点 10% 那在新的一年里 这个图形啊 就目前以图形上而言 我们看到了某种反转的这种迹象 这些反转迹象 包括我们看到的在周线图当中 这个图形的破位 就是这个上端整理区间的一个破位 包括我们会看到在之前 我们会看到在上方有明显的一个重阻力位置 这是一个重阻力 我们会看到这是1.15的 115的这个强阻力位置 这些强阻力位置 在几年里边非常多次的去阻挡了每日的这个力量 这是当然这是我们会看到的技术面 这是技术面 阻力的有效性 11500 这个阻力的有效性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会看到在中间 在座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在这儿 我鼠标所指的这些位置上 远程的同学你们来看一下 你们试试能够 远程的同学能不能 拿手机看一下我的微信 远程的同学你们看得清楚 我的鼠标所指的位置吗 他们走了一个破位的 行情 走在这儿走一个破位的行情 从这儿破下去了 破下去的时候也是我们顺势做空的一个空点 另外一个空点将会在110之下 110之下 所以技术面上我们会看到 连续的 连续的空点啊 这个连续的空点分别是 1100 110 111就是我们建立仓位的110.90的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就是110的这个 110的这个关卡价位 他如果下破之后还会再出现一个交易的机会 我们在实际的图表当中跟大家读一下这个这个位置在哪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在我的入场位置是在109.99 实际的应该位置是109.988的位置 这是这是sell stop的入场位置 你们各位知道sell stop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位置上有机会如果破位的话就从这破位的空下去 就在这破位的空下去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好 面对日币再回到图来 那这个图形它将会走到哪里 这个图形将会走到哪里了 我跟Stanley是说他走到100到102 这个不一定做数啊 就是这些这些大财团分析不一定做数 但是我觉得在中间我们给的目标位置要比他要高一些 中间你会看到我们给的这个获利目标位 摆在了104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最低点的位置上 我们认为这一波行情是个了解的地方 我们就比前摩根Stanley就摆在他后边了 我们认为的 105之间 这是我们给出的这个获利的目标位 其实在这个图表上也已经看出了就是我们给出的这个前期的位置 那在基本面上就反过头来说我们为什么给出这样的一个空的 这种状况呢 我们在基本面上做过以下的一些研究 特别是有几点就是日本的这种 先东宴 不是东宴 这是日本在QQE的终结 日本如果走QQE的终结的话 有非常强的这种强化的动作 会走出 你知道QQE其实是日本进行量化宽松 但量化宽松终结之后 日币会有一个强化的过程 那就会出现 美元的逐渐的弱化 利多消息的 利多消息已经反映在图表上 日币的利多消息开始显现的时候 这个行情就开始 就开始走 另外还有 看到 黄金 已经发动 黄金发动多头表示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元已经开始 美元已经开始涨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形上 我整体认为 长线交易当中 我们中间认为的 美元对日币在明年的时候 它的看法是相对偏空的 这是我们在客观上进行的一些分析 那另外这张图 它表达的意思就是 我们今天想说的是 一个交易当中的公和首 我们说是公和首 那什么是公和首 公和首是说 我们如果说谈公 公首 公首就会谈起说 我怎么样在这个交易当中 产生一个盈利 事前做好接盘 好多做交易的人 可能基本面不太了解 或者我们不去做基本面了解 或者我们只看图 包括我们刚才去谈到M模板 M模板上谈基本面了吗 也没谈基本面 那各种交易模板啊 技术的线性不谈基本面 但是中长线交易 是需要你去谈起到基本面 所谓公 就是我们在这个中间 事前去做好这个准备 做好准备 那首呢 我们会把这个止损和止盈的这些位置 去做一些一步一步的去移动 这个行情还没走出来 但是如果它 如果它走出来 将会成为新的一年 可能是第一波千点的行情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做过若干波千点行情 今天这可能是第一个 可能是第一个千点行情出现 那今年还有一个行情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我们刚才谈的是美日 还有一个行情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我们说的 黄金已经跑上去 黄金的价格现在8亿了 黄金已经冲高 冲到了8亿 让我们做执行的货币 执行的是白银 白银 白银我想可能会有投资人 去持有白银的投寸 这里是白银 白银走出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看到说 我们刚才说 黄金已经上涨 黄金和白银有非常多的交易的相关度 很多的相关度 都是这些亏金属的货币 你们今天是好多 没有交易这个交易单 如果有的话 其实白银入一些也可以 白银去入 这是我们看到的白银 白银已经有了一些入场 止损在14块 昨天有同学问到说 这个止损放在14块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远 因为入场15块 止损14块 就止损了1000点 止损的位置 这个单止损会 走出一个2900澳币的一个亏损 如果走到止损会有2900 还可以 那这个图形在目前 已经趋势已经走出来了 这个图形的趋势已经走出来 就是这些趋势走出来 从没走出到刚刚走出 确认行情的时候 是最为理想的 合适使用这些趋势型交易系统 那有个问 啥是趋势型交易系统 我们说的 V1趋势型的 M模板趋势型的 Z模板当中的小时图上的 这些交易都是趋势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再把它 再把它调出来 我们把M模板调出来 看看是不是 能够找到一些 看一看在这张图上 能不能找到一些交易当中的 入场机会和入场点 如果我们大家 很多投资人 就已经熟悉了M模板的话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张图形当中 它的入场点是在哪里 我们来框一下 我们会发觉 买入的机会 那在今天呢 今天如果 就是如果今天 再往下走一些 走到大约 15块2毛左右的时候 白银又再出现买入的机会 我现在 昨天 就是周五的时候就有投资人们说 之前做的白银的多单在昨天全部平了 有没有机会再入场 有的 只是你没有那个第一波的入场和第一波的交易机会 它再回来 你还是可以再去去做多的 就是回到这个位置 回到哪呢 回到大约位置上 就是在这个区域当中 15块2毛6的这些位置 那有人说 Cam老师 那中间怎么去执行呢 我们以一种比较标准的执行方式 就教科输士的执行方式 度量出它的这个这个区间值 找到它的中位线的中位线的位置 50%的位置 读书读数 我们发现15块2毛7 15块2毛7 那这个位置是多还是空 我们说15块2毛7在这是多 那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了这些交易的机会 并且我们认为这个图我是要做多的 那我们就在这 我经常会说一次 然后拍下筹码 拍下筹码就是我们在这边去 那经常看我看我看的人应该是1.01 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入场单 那中间它的位置 27你也可以写成288 这也可以大约在大约在这个位置上 stop loss也是经常投资生去问的问题 白银每天的波幅 几毛钱的波幅 收到前低也好 19块14块9毛之下也好 我们就收它的前低14块9毛之下也好 这样的四毛钱马上马上只应变到大约 15块几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单了去执行进去 实际执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位置啊 这是原来的位置 就是我们把新单的位置也会清楚的看到 这个新单就在这个这个位置上 就在这个位置上 同时我也把这条消息发到我们的交易的这个单群里面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些投资人去能够能够做到这些单 那这是白银的入场单啊 白银回过头来要加码啊 就是有些同学是可能是做了好多天啊 就是跟单跟了蛮多天 跟单跟了蛮多天就是一直一直在做这个单 现在原油的现在白银现在冲上来 三毛六冲了三毛六 现在有了大约一千多的一个盈利 那这一单的盈利 我觉得在今天的时候 因为它逐渐进入到它的欧洲盘的了结的状况 或者我们说用一些更加更加奇特 比如说Z模板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Z模板当中 把这个单去平调平调一半 平调一半的就会产生出一些盈利出来 那这样就是说因为今天晚间的时候 新年嘛可能会出有可能 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变盘的行情 做一些减仓的一些动作也还是可以的 那特别是如果是做中短线交易的这些 中短线交易的这些投资人 可能会更需要去做一些 这样调整下来之后会形成一个515块09澳币的一个收益 就是把我们这一波的收益去确定的下来 就是白银的这一单 白银 然后再看一下其他这些支盘货币 欧元对美元目前来看 欧元对美元目前还是在上下震荡当中 盘整区间没有出现特别的走势 去年在这个时间点上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去年在这个时间点上 欧元是1.2附近 我认为欧元是空的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 就是国内非常多的这些交易者 认为欧元在新的一年里面会继续的上升 可是确实是在过去的2018年里面 随着美元的反复加息 美元的强度在增长 欧元下跌 从上方开始落到了1.12左右的位置 新的一年我对欧元的看法 认为欧元在新的一年里面会呈现出一种多的状况 就是在年这个层级上 就位置而言 我觉得可能要到1.2到1.24的位置 看一下这几个位置 1.2到1.24 1.2是在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那1.24的位置在更高的位置 这是1.24 注意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在之前还做过欧元的空单 位置是1.21 目前是1.14 走了也有几百点 这是欧元的一张单 目前还在 欧元的这张单 也是四月份左右的时候建立的一张单 你发现 盈利的单总是会走着自己会照顾好自己 总是自己会照顾好自己 截止到目前 有这230.17的 Swap是它的这个 这个什么的手益 然后还有这1067的这个交易的手益 所以在这儿 欧元从 从过去的一年里边 其实你注意 欧元的这个作单的作单点 你注意欧元的这个作单点 它和我们做这个美日像不像 刚才说美日 涨上去 它是欧元在顶部走出三角形收敛者 在顶部走出三角形收敛者 破位下方 做了一个空单 做空单直到现在 那现在我们会看到 欧元对美元在下方 在走这种盘整区间 上破上去就会出现交易 那这种图形上的分析 就这个图形上的分析 当然你说它简单吗 简单的在这个盘整区间上边 一破位爬上去 那复杂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们能不能在 基本面上懂得这个行情会走这么远 现在欧元也有交易单 现在欧元在这有buy stop单 buy stop就是说如果它破了就做多了 就好像是和之前的这个如果它破下来 我就会做空是一样的 在这儿破了就会去做欧元的多单 在新的一年里我觉得对欧元还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这个跌幅啊 从上到下的这个跌幅 它走了从1.24到1.14到1.1200点 大约欧元跌去了10% 那整体上在明年随着美国的这些加息预期减弱 这些利好的消息消散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会产生出新的一波欧元上涨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欧元破位开始 就是在这儿欧元往上一破位 这个交易机会就产生了 它的这个图形这个交易的机会就产生 我把这个这个单 它的这个单的入场点是1.15088 直准的位置1.04 1.14 止盈的位置没有设置止盈的位置 我稍许修正一下止盈的位置 假设我们把止盈的位置 就是设置设置一个止盈的位置 我觉得走到1.18 或者1.20 可能是他将来要到的这个 可能是他要到的这个位置 至少我觉得说 如果他开始跑的时候 就从1.15 走到1.18 就已经30 就已经就有了30 点的这个距离 所以这个单 也作为一个新年的调整 因为之前没止盈单 现在把它作为一个新年的调整 然后这是一个调整单 这个这个是调整单 并不是一个新单的入场 因为有的人已经去入场 这是一些中长性 欧元现在短线的交易不太好做 欧元因为短线上下震荡 甚至不排除说短线交易当中 我是不是出现高位在做空 有可能 如果大家听过就是 他老师做蝴蝶的那个思路的话 这个高位是有这种 会有这种空下来的交易的机会 确实确实是有这样的交易机会 但是我认为说 这是这些中短线的交易机会 就是跑上来 跑上来空 和再跑上来的多单 应该是相复 再跑上去 进一步的去 去产生一些多的这些交易的机会 看看他能不能上破 刚才我们说 海星老师说做的多单的英镑 也是做的相当的漂亮的 多单的英镑 我们来对应一下 对应一下 整合系统当中的一些执行状况 图形当中 如果以小石图为例的话 如果在这以小石图为例的话 我们在本周的时候看到 大小线的上涨 冲上来 这个阳线冲上来 冲过周初周线 冲过这些线形 开始一个上涨 英镑有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看到 前面有这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就是1.7这是英镑特别关键的位置 它不仅是在小石图当中 甚至在日线图当中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1.7仍然是一个英镑 所关键的位置 如果它涨上去 就是这是之前的支阻互换位置 所谓支阻互换就是 所以我真正开始做多英镑的点 会再往上一些 真正开始 比如说大局做空英镑的点 会再上一些 就是再往上 时间左右 就是真正开始大局做多英镑 目前的英镑 我们会看到是 大型阴线往下走 往下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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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到这个和大型阴线相互持平 和大型阴线平的位置上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的 日内交易 我觉得按照我们的交易系统去做 按照比如说M模板上的 这些交易系统做 那现在来看 主要的几个货币去看完之后 我们也再做一下 看一下 我们刚才看了美元兑日币 看了欧元 看了英镑 再来看一下澳币 小视图当中的澳币 小视图当中的澳币显示说 在最近一些时间的时候 澳币是看空的 但是在今天 我们发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这一段时间 澳币是看空的 但是就在今天 澳币在技术面上 出现了一些变数 出现变数 就是澳币的技术面图形和 之前澳币的技术面图形 产生了一些不同 哪里不同 和上一周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到 就是以我们最简单的视野来看 以最简单的 就是傻瓜交易的最简单性 来看上周 我们会看到 整体是在输轴线下 而这周 输轴线大家明白吗 输轴线是这根紫色的 紫色的这个线形 上周价格完全受 这个输轴线所压制 冲上来掉下去 冲上来掉下去 这周输轴线下移了 输轴线下移导致价格走到输轴线上方 所以澳币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出现一些技术面的反弹行情 另外澳币本身 澳币本身 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就非常微妙 70的关卡价位就非常微妙 这个位置就非常 甚至有些人有可能会在这儿 去做一些多单 也是有可能 当然行情上没确认 这个地方完全没确认 这种上涨的 完全没有确认这种上涨的这种格局 那我自己在交易当中澳币 澳币层面上做了澳股做了多 有澳股的单 有澳股的单 澳币层面上还没有特别多单 有澳加澳纽 澳纽这些单还相对还在亏损当中 那中间澳币对澳洲200是一直在交易 这个是目前在做的 错 今天呢 今天的澳洲200 也很有意思澳洲200又冲高之后又回落 那目前的澳洲200股指 目前的澳洲200股指 现在状况是空单10个空单6个 然后空单5个是空的21个空单 多单的方面上 多单有20个多单 就是澳股的尽头寸 大约是稍稍有一些尽头寸 那今天澳股在连续几次跳高之后又回调 走得不太好 我个人觉得澳股在新的一年里面走势应该还不错 整体就是基本面上的几个推动力都是带动澳股往上走 当然现在的单已经建立了 就是已经建立了澳股的多单 澳股层面 再看一下美股 美股在今天的时候继续往上走 我是在交易当中美股的单已经全部了结了 在之前美股下破2550的时候 就从这往下破的时候做过一单 就是做到哪里了 做到2400 就这一波往下走的行情是做到了 那现在新的一波往上走还没有开始做 假设也是去做一个标准的就是套运模板的话 套运模板的话 M模板 交易当中发生第一次穿越之后 这个行情的准确度是最高的 我再说一遍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M模板 说了这个M模板 好多投资人说 KAM老师为啥有时候这个模板时零时不零呢 或者说比如说像是前天 前天这个行情在高位往下做空 就在这个区域高位往下做空 怎么空着空着跑上去呢 因为它连续的下跌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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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变成了涨势 它反转不是反弹反转 所以交易走到最后一波会技术性的亏损一波 从而反转行情开始新的一波上涨的行情 那在之前的之前的股其实是在下跌行情当中走得非常漂亮 这个下跌行情当中走得非常漂亮 从高位往下做空 反弹空 反弹空 这些位置的反弹做空 这些都是在交易当中非常好的位置 美股暂时我觉得空单可能告一段落 包括我们的单也了结了一部分 不在这去空美股 澳股可多美股的空单去退出 看看美股怎么走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股的交易的这种状况 黄金 黄金今天相当漂亮是吗 黄金走到我们的标准入场位 这是标准入场位 几乎走到中间跑到上面四十多点 这一单上去就是 四百美金 很标准 昨天没做到 前天这些地方 真的是很标准 就是唐静一旦走出来 这个图形 这是周五 周四周三 周三还给两次机会 下来一波机会 上来标准的两格对吗 这个图形 这是标准的两格 走上去两格 然后这一天 回来再有 又是标准的两格 那中间如果前天晚上没做到 他又给你一次交易机会 就是在这儿又回来一次机会 这是往上走 大约也是两格 那星期五没机会 星期一 所以好多时候 被我们在做单的时候 似乎执行交易系统 在做的时候执行交易系统 其实就是一些最好的方法 特别是如果我们好多投资人 就是刚刚开始学的 那你不需要多想 那就做这些事情 那再进阶一些 就是我们按照解盘的思路上去 找到那些 我让你做多的 就是有些核子做多 比如说欧元 我暂时就不建议大家 用交易系统去做多 而是说用破位的方法去做多 破多少 对破上去他的盘整区间的时候 去做多卡 另外今天还有个有意思的货币对 关键声您的欧元队英镑还有吗 我们现在还有欧元队英镑 当然因为欧元 那欧元队英镑 先说欧元队英镑 欧元队英镑90的关卡价位有效 大型的阴线下来 那这个单我还是会空下去 目前也有空单在手 那这是他 欧元英镑对日币 傍日的这个图形 我很多人觉得趋势还是比较清楚 这个图形的趋势还是比较清楚 哪怕我们在大格局上去看 这种下跌的行情也是去 马上快破位了 如果破下去 这就是更快的一波行情 这周线图上马上到转 马上到这个位置 当然有可能反弹吗 我觉得这个上一周 这个图形已经收盘价跌破了 上面的这个低点 所以如果最近几天再价格 再稍稍地下跌 下跌到这根K线的低点之下 就是明显的破位反转 如果在这个时候持有他的多单的话 他的最后一个防守点 这波行情最后一个防守点 你不能再往下了 就在这个139.44 还是再往下走100点 你就一定要离场 因为在这儿如果不去做这个离场动作的话 他可能走出非常急的一波行情 对 破位之后就继续 继续往下 那反过来说 如果这波行情就是傍日 傍日 这波行情 如果是懂交易系统 在这张图形当中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交易 现在就不会了 现在就不会了 这就不会再 那这张图形 就是我们有现场的这些投资人 是刚刚开始听 也有很多院长 党务学生听过很长时间 那现在的这张图 它是傍日的图 在这张傍日的图当中 可以说它的趋势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而且甚至说 它趋势甚至说到了趋势的底端了 它确实有可能反转 就到了趋势的底端了 有可能反转 但是在它之前的两周 是相当的清楚的一些图形 如果说找这个入场点的话 我们会很容易 会很清楚的去找到这些 每天里边出现的这些 入场的这些交易机会 从这儿伯伯下来 这一天走得比较远 这一天没交易 上周星期五没交易 然后这周再来 高位走到这个位置上 往下做空 标准两格 从这走到这两格 然后再上来 再有一次空的机会 再上来再有一次空的机会 每一次都是空的机会 那进入到现在 为什么它震荡多了 我们发觉在日线或周线图上 发觉它经历到了前期的支撑阻力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空头可能遇到支撑 差不多空头可能遇到支撑 所以我要做的话就是放置这个图形怎么做呢 我可能现在没有交易机会 我的空单在今天不再去 再去入这个空单 在这儿广地入空单 但如果它破下去 可能继续去追 多单呢 多单现在还没有交易机会 没交易机会 到现在多单都没有交易机会 所以中间有 有投资说在这个行情当中被套 我觉得 因为被套的太多了 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交易当中 就是被套太多了 那中间被套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防守能力太差 再回过刚才那个图 我们今天说的交易当中 攻和守 所谓说的攻和守 那被套是什么 被套就是守守守不住 我们被打跑了 被打跑了 打到自己不能打了 然后还在这个地方僵持 那中间我们说攻 这个攻打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好准备 第二个攻的时候要长期斗争吧 我们看到这些取得重大胜利的 这些战役 都是一天两天打完的 平均 二战 这些重要战都不是一天两天打完的 长期斗争 这也是中间一个 中间看 中间看 持仓 持仓容易 攻这个方向 还有 攻的这个方面还有技术 技术分析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图形的反转点 那些入场的机会 虽然说长线交易入场点不重要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入场点 我们还是用这些破位的点 有一个具体的点来执行 不是说这当天就入场 就是完全没有分析的入场也不是 那手这个方面上 我觉得手也容易 我们 首先就是有一个好词 就比如说断尾求生 就是针对我们说的扛单 被套的这些投资 断尾求生 新的一年里面不要出现这种状况 来说我的单笔账户出现大额的亏损 把自己的比如说 入金入了5000块钱 贵法没了 贵法没了 那这些都是没做到断尾求生 这不是断尾求生 断尽求生 坎死了 那我们就想 如果放这报告 可以下去 然后过多但也没有机会 那这个情况 好 那有个投资人就问到这么一个问题 说 这个放日走到底端 走到底端 他也不下去 没有空的机会 他也不反弹 没有多的机会 那我该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 我休息可以吗 我听课可以吗 我原来持有的 是应该把它割掉 那还有人问到说 现在我持有的这个单 我是把它割掉还是留着 我刚才做过解释 他应该设置一个止损点 就是他有个最后的防守点 有个最后的防守点 我把这个图 把这个图关了 我们刚才在棒式上面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就是假设新的一年里面 你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入场在某一个位置上 比如说 我在这儿 这儿出现了个阳线 我就在这儿往上做多了 我在这儿往上做多了 那如果往上做多 可以 你猜测了 大阳线 然后是做多买入了 可以 止损应该放哪呢 大阳线的底端 就是它的止损点 你去找到一个图形上的一个止损点 跟着我做 不会说是出现这种状况 你发现我做的单 其实如果发现我们做的单 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状况 它可能没有止盈 它可能是没有止盈 但它会有止损 它会有防守点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 就假如说 假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是 就是傍日 现在做多了 可以吗 假如说线下做多了 可以的 你的止损就摆在前低 摆在这儿 它一旦走过这个点 我就走在低层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三层 最最基本的三层 它会保证你说 我赢的时候 赢很多亏的时候 就会这些 亏的时候就会这些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在新的一年里面说 断尾求生 设置一些 设置一些 尺寸点 这是我们今天在企业室学到的 庇护 庇护 另外 手的中间还有 就是在这个交易当中 防守能力的强 有些人可能不设止损 不设止损 会有心理止损 他会知道在那一天里面 如果走过那个假如 他就会做了解 中间在这里面 在攻守之间 谁更重要呢 手更重要 守住 所以在我们课堂当中 你看 谈进阶 谈这个 其实都是在 谈手 那 手守好了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 就是做 攻 相对来是容易一些 因为比如说 在听课程的时候 我给了你这些交易单了 美元对日币 我给了你交易单 入场 这些入场单 都是在做工的动作 那欧元的单 货位的多单 这个还有就是 那这个多单 那这些都是做 那入场之后去做好 防守点 再看 行情在动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 交叉盘当中的一些机会 对啊 傍纽 傍纽已经跑上来了 这个单 已经开始运行 就是今天没入场 傍纽 现在有了 2000多的盈利 1.1手 2000多的盈利 那另外 这个傍纽 这个还会再走 但傍纽的持仓成本 是比较高的 就是隔几天就会有这么七八十块钱 奥币的一个持仓成本 那大家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A股 A股是这些些 就是A股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一个图形 我自己也做了A股 自己也做多了A股 到现在还亏了5000多 给大家看一下不止损的下场 很残酷 在这些交易单当中 在这些交易单当中 A股在中间是亏损最大的 截至目前A股的亏损 账面亏损有5112 然后利息交了1418 弄出去有6500澳币 就是3万多块钱的A股亏损 但中间原因何在呢 我觉得骨色止损 就是非常清楚 你看到就是 凡是这些亏的比较多的 都是没止损 那我再反过来看 这些赢的比较多的 赢的比较多的 13000的原油的这些 你会看见它都是有失损 所以说神仙也要按赴就班的干活 你知道吗 肯老师说 他说神不是 其实是做对 那你说假如说 我们每年 我们每年的收益是20%的话 10万块钱 20%的话 就是2万块钱 如果把A股加了止损 我们这个绩效会显著的提高 对不对 那你再归结出一点来 就是说 你每年当中 影响你交易绩效的单 其实就那么几个 不会多 就那么几个 包括我们现场 这些投资 你再琢磨琢磨 每年影响你交易绩效的单 远程的同学 就那么几个 不是很多影响你交易绩效的 因为大多数你都中规中矩的做对了 有那么几单 瞎胡乱做 那就会是在那几单上出现一些意外的行情 最终导致非常大的贵神 就是比如像我刚才举例 跟你说的这个 还有他 我真是神奇 就是 那之后也很神奇 就是这几个单没设止损 就是他这几个单就排名成为 就今年 其他的都还有止损 就这几个没止损 然后就他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 我也告诉大家学的教训 加上你的止损 加上止损 就是即便在老师没加止损的时候 你也要加上止损 当然老师没止损的时候 老师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是吗 老师经常会说 爱国情怀 我死也没平A股 实际上老师还是做了一些动作 最初那个是做了五手的 后来弄弄弄不过去了 捡了三手 还留了两手 为了爱国情怀付出了三万人民币的代价 这就是 这就是这样 所以中间 那当然中间明年A股有没有可乘之机 或者可交易的机会呢 我觉得是有的只是太过难以把握了 我在 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在就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把这个图 关了 就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又出现了A股大幅反弹的迹象 所以就说 调老师A股出现反弹 我们要不要做多 后来被我断然拒绝了 就是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就是在之前的时候 A股出现过一些快速上涨的这些行情 出现过快速 甚至还有破位的行情 但我当时心里也满痒的 因为之前有过A股的这个 多单嘛 就想着底位再去做一些 多单去平衡一些风险 但后来还是想清楚了 A股做多肯定不行 因为次数太多次了 后来果不其然就在这 包括中间就在12月份出现这种向上的跳涨 下降行情当中向上的跳涨 这都是技术面上明显看多的现象 经验所得 学的教训 明年大家不要做多 请各位觉得明年不要做多A股 GREASE在电脑那边肯定想 每次我做多A股 鬼死都说不要做A股 但是有时候就觉得 不知道了 反正明年不做了 不爱国 不是不爱国 爱不起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你知道 我已经够可以啊 你知道吗 我在各种场合下 我就说啊 我持有这A股 这个多单 那截止到目前为止 A股收了我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一场的亏损 连隔夜的稀叉 还收了1418块钱的隔夜稀叉 止仓成本 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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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6月21号开始到现在 半年时间 有一些个人 有个人问到美加 有个人问到美加的状况 美加在上方的时候 就目前啊 我说美加跟原油非常相关 原油已经开始了 原油已经开始了做多 所以美加有可能空下了 但是我做的话 就在美加和原油 这两个品种当中做筛选的话 我选择了原油的多单 因为去年里面原油算是我做的最好的单 也是好多投资人跟着一起做的也是最好的 到现在原油的这个单 10月份到现在 那从这里开始做空做到这 注意这是周线图 这一根棒棒一周 一周两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七周八周九周 十周十一十二十三周 十三周十三周就是三四个月时间 这个行情就从这从这下到这 当然我们上次也说了 我也不认识是哪 也足不可能 外相一些话就多追求你们 比如说你看 有它的基本面的原因 也有中间运气的成分 运气的成分就是本来准备60的位置上 这个到那天的时候准备获利了结 准备晚间的时候跟大家获利了结 结果没到晚间的时候这个行情破位了 啪啪一下掉下去了 这就比较容易了 今天也不用获利了结了 这就下来了 有运气的成分 我告诉你们 强者运强 你们如果说玩游戏啊 这些在这些竞争比赛当中 你们就会把这强者运强 你想想 新海防守能够去扛过关卡 弱者呢 比如说到60 今天本来获利目标是60 现在59了 你该做什么动作 一道海当中讲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准备老师说 事前有计划之后按计划执行 我的计划是60要平仓 现在 现在 现在要平仓 所以就平仓 我们 我一直说有两位 就是在我若干上百位的这些同胜里边 有两位到现在仍有持仓 超过了百里条一的难度 去做这一单 在喊丹的这一瞬间 是全体人都有 我会要求大家 就是对我的学生来说 我会要求大家 比如说 我会要求你说 比如说白银 去在这边去下单 多与少都可以拍下你的筹码 我过几天的时候 我会问你的 老师筹码还在 你筹码呢 筹码就没了 我会这样去做 好那经过了刚才的讲解 我们就知道 在这些里边 我把断尾求生 这些事也是 想在这儿和金老师一起去谈论 那中间我们在这里呢 这是今年算最后一幅图了 今天做了很多图 先在这儿 送给 风景 这是在苏州的 在那个平衔间上来 它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平街了 它因为是农好 农好 平江路 一年过得真快 我把断尾求生去掉了 我不想让这个词出现在这里 当然它是个好词 它是个好词 我不希望大家多安慰 把它放在这儿 拱手 在这边补充一个字 我希望大家能够 在新闻里面 拱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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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你们会觉得是 是你们陪伴了我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是叫照相呢 到那把那个桌子摆开一些 这个还做到了 说了说了一句 痛感情 好多人都是跟着一年轻轻过来 然后非常非常熟悉 好吧 好吧 原来乘的朋友再见 我 我翻掉了